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表示新的职位满足了他深入服务华人社区的愿望 原来的服务我们希望刚推上进一步为社区服务 陈先生在这个华区是一个非常活动的人 他对这个社区里头的人脉 各种的活动都已经很熟识 而且陈先生在香港跟在多伦多这个警戒里头 也是做了很长的时间 他也是有这个行径的经验 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他来我们这里做 陈楚彪上任后的第一项任务 就是启动多华会与中国国桥办合作的华助中心项目 荣誉会长郑永玲说 多华会高度重视这一项目 最近我们就国桥办就是给我们一个商务 就是叫华助中心 这个华助中心呢就是我们就主要呢 就单一就帮助我们华裔的新移民 还有留学生 还有到多伦多来的旅游的中国人 我们都给他们帮帮助 中国国桥办去年推出了在桥包聚居和有条件的城市 支持当地社团设立华助中心的计划 旨在团结桥包为桥服务 而多华会就是获得认可的中心之一 他们有这个优秀高效的这个团队 有丰富的这个经验 所以呢我这也是我们这个和多华会合作 把这个华助中心放在这个多华会的这个框架下的一个 主要原因 那我们去年八月 就是国桥办的副主任来给我们这个华助中心挂牌以后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 经过一年多的这个一年的紧张筹备 我们这个华助中心正式启动了 以前这些留学生啊 国内的留学生啊 家长啊 还是来旅游的国人啊 他们出了什么事都是要找领馆 因为这边不要说出事 就基本上我们社区服务是 加拿大政府是没有这个准备的 所以我们希望呢 那将来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 不管是他在其他方面的社区服务啊 还是我们万一他有些法律上的问题啊 还是医疗上的我们都可以给他提供意见 华助中心为方便民众还特别设立了 全国免费电话和服务网站 网址是3w.华助.ca 全国免费电话18005699843 加拿大国际电视台记者报道